静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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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了 龙儿一 静美 你怎么样 有人吗 难道我就要被困在这深山老林中了吗 要是龙儿一在就好了 静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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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眼花了吗 有人吗 有人听见吗 静梅 静梅 是我产生幻觉了吗 静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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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了 龙儿医 静梅 你怎么样 把手给我 快 静梅 静梅 你没事吧 终于找到你了 静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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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哭了 静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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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一哥 怎么是你啊 靳门 你醒了 我看你很长时间都没有回来 所以赶快过来找你 脚有没有好 已经好很多了 现在没有冷服的条件 如果不能及时把雨血散开的话 恐怕是十天半个月你都走不了路 如果不想留下什么后遗症的话 就把它放心地交给我处理 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走出去啊 你看这里都是山路 你的脚现在又受伤了 我想 咱们今天先在这儿休息一晚上 等明天天亮就下山 这火 是你生的 嗯 你连这个都会啊 这不是给你绣野外的生存技能吗 其实啊 等火稍微再烧一会儿 在上面铺上一层厚厚的树叶 这样你睡在上面 就不会觉得冷了 放心吧 今天晚上 我就守在火堆的旁边 你呢 就安心地睡觉就好了 海一哥这么完美 这么体贴 可为什么上天对他这么不公平 他的心 还在痛吗 好了 好很多了 好 海一哥 嗯 谢谢你啊 如果不是因为我的话 你也不会和我一块儿在这儿受罪 瞧你说的 上学的时候啊 我就经常参加这种录营了 今天就当是重温留学时光了 好 如果龙瑞衣在这儿的话 他肯定会说 这些都是什么鬼地方 连个饭店都没有 如果我回去的话 我一定把这一片都买下来 做成度假山庄 吃的喝的玩的一应俱全 怎么样 静媚 很酷吧 你还别说 还真有几分神似 我也是模仿得有点夸张了 好 海一哥 嗯 其实 龙瑞衣一直对你出言不逊 这并不是他的本意 他只是想用这种方式 来掩饰自己内心的伤痛 你可别放在心上啊 我算是知道 小日为什么会对你情有独钟啊 放心吧 都这么多年了 我没有跟他计较的意思 总有一天 他一定会明白的 其实我和他 都是被排斥的人 小日的亲生母亲去世的早 那个时候 他还不知道死亡是什么意思 一个六岁的小孩子 一个六岁的小孩子 只觉得自己被母亲抛弃了 就在那个时候 父亲又领了其他人回家 他会怎么想 他一定觉得 自己是被排斥在外的吧 其实 我和他有一样的感触 毕竟家里来了陌生人 创进陌生人的家里 可能更让人觉得 难以应付吧 每天无时无刻 都得小心谨慎 生怕自己 有哪里做得不好 引来不必要的麻烦